教授! 猛喔!教授! 不死竹喔! 小雞雞現在變成… 不死小雞雞 教授喔? 嗯…像這回合沒辦法控成生死心嘛 所以… 你就要考慮… 三星階段點有沒有好貨啊? 三星階段只有一缸錢而已啦 然後錢還沒辦法連結到… 喔 有辦法連結到附身啊 有啊 附身是二星卡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數據啊 他的那個… 獎勵 三星鍍金石像鬼 這個可以拿到錢 怎麼能這些都沒用? 然後牌池2的話 有附身 一個附身 兩個附身 三個附身 所以…三星階段就有機會拿到錢加附身的組合 所以你可以在3的地方按一下 但是版本二星…幾乎沒有關鍵卡欸 我可以跟各位說 版本二星好可憐喔 現在的三星比二星強100萬倍 因為有一張牌叫做…聖艷食屍鬼 聖艷食屍鬼 好頂! 真的好頂! 買這張、賣這張 按技能 要不要? 減費會讓升級按鈕變成5 沒拿到幾摳 喔! 我覺得小雞可以拿啦 因為… 這張牌可以配聖艷啊 那四星科技其實沒有什麼… 四星科技的強卡是獵魂者 沒了 四星就是獵魂 其他的牌都不太重要 萬一沒縫到錢 就好虧喔 對不對? 做五星科技突然變成5-6-6-6-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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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zel 好啊 然後…浩克也很強嘛 然後一升也不錯嘛 這個版本的三星 可以用的蠻多的 所以我蠻推薦你在三星階段… 過渡一下 過渡、過渡 然後升級 哇…兩個發財海盜 兩塊錢加2、加7 還真不知道要加在誰身上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不錯的過渡卡 升級不太行 哇 你合五次 為什麼啊? 這什麼靠賽仔啊?漁人合五次欸 他發現魚無限連鎖欸 然後… 本人有銅鬚欸 他胡了欸 那麼…直接升級 讓他揍…揍一個15滴吧 因為你無論做什麼事 他都會減15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然後下回合按一次技能 哇塞!六個團子 金、八線、魚、金、銅鬚 你不說我還以為你開掛咧? 我剛剛不是說我在… 上一把遇到一個… 有史以來 這個版本10費最強的對手嗎? 那我… 必須給各位更新一下 這個人的9費 比剛剛那個人10費 我遇到的最強 還要再更強 還要再強三倍 又顛覆了我的三關 再度 再度顛覆三關 有你的啊! 投你的 9加1 9加1 然後去拿 不死大軍啊 賣三張直接拿喔? 賣三張拿 好像不會有多賺欸 說認真的 可能沒有辦法有多賺 什麼都是鬼啊? 這個吧 這個還要有很強的死身 所以你要先拿這個 然後再拿隱身加重生 那這個就很強了 再買一張 嗯…永恆居室 我比他強蠻多的 可是…那個… 9費最強那一位 我還是打不贏啊 拖起是這一把 一定吃雞啦 然後剩下的人 我們就…再說吧 嗯…先縫一個好了 嗯…這次縫髒了 呃…重生吧 給一個友方重生 那…我得… 接他 或者是再找 男爵會急死 男爵沒用 這一張拿了也長不大欸 因為打不贏魚人啊 拿也是浪費錢 對不對? 還不如再一刷 欸? 這一張更好 打托騎不可能會贏啊 金銅鬚太強了 就不要想著打托騎啊 打不贏 現在是…不要撞到他 然後…把其他人都幹掉 哇 托騎打輸了一次欸 托騎打輸了一次欸 他打輸喬治欸 喬治用不死竹把他幹爆欸 難道我們還有希望嗎? 他… 輸的意思就是說他好像… 要嘛就是喬治超虎 要嘛就是他不夠強 加一攻應該沒差吧? 嗯…有沒有加…無所謂 好… 好… 寶寶再叫一次就要打了 我在這裡 好不好? 鄭重更多會說 沒有寶寶受到傷害 我保證 寶寶受到傷害以前 我會先受到傷害 這樣子可以吧? 我先受傷 要走的一定是這一張啦 這一張0作用啊 1610會重生歪掉喔? 能贏 能贏 骷髏大軍 骷髏大軍 接下來應該要找那個… 不死竹內戰的牌了 哇 超級魚人來了 魚人之王… 哇塞 他果然還是站到最後了 想辦法用技能… 打一個… 交換力100%的東西吧 那…不存在欸 不存在交換力100%的東西 丁多雷 聚合斬 打他的話 他是魚人啊 所以這些牌都沒用欸 只能刷 那…抱歉 沒有牌抓到 再帶一個…這個也沒用啊 那我就是… 這個牌給這個復活 就滿了 男爵只會擠爆你而已 哇塞 一堆收割機 炸了一隻 我能贏! 我好像還是比他強一點 我比他強一點點 各位觀眾! 世界快去~~~~~ 聽說他天克我 我用一隻雞 塞在他嘴裡! 吃我炸雞啦! 那接下來打他的話 是… Sindore 對 這個牌是發育卡啦 你現在拿這個好像過分慢了吧? 現在拿這張好像過分慢了 而且還會重生歪掉 歪到他身上 所以我得要刷Sindore 只要Sindore而已欸 聚合! 閃! 閃! 你賣掉這一張就100%貼到這邊了 所以應該是賣這一張 然後買一張 但不要是他 咻!閃! 閃! 閃! 欸 弄不到 嗯… 那我覺得這張要賣掉欸 不然你就會50%會歪掉 欸 被搞一隻 欸!又卡一隻! 怎麼這麼衰啊? 又被炸一隻 死光光了啦! 但是…我還是蠻大的喔 我好像還是會贏欸 哇塞!我那麼強喔! 這難道就是骷髏騎士嗎? 還是會贏? 我三隻好像就可以把他解掉了 哇塞! 無敵的吧! 哇塞! 搞一個… 非不十足的嘲諷 搞一張非不十足的嘲諷 哇!這個三合一的 都不知道要幹嘛 防一手爆爆吧 好像一爆我就GG了 加一次 小半三次 然後就完成了 哇!他把星多蕾放在後面 記、中、記、聊天室 他怎麼這麼聰明? 他怎麼會那麼聰明? 他怎麼會那麼聰明? 難道他是智商大師? 他怎麼就知道我… 會這樣做? 他還把我全部都破解了 你敢信? 他完全參透我的想法欸 IQ180欸 但我還是比他大 應該吧? 他是徹底的參透了我的想法 可惜啊! 在絕對力量的面前! 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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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用! 兩個星多蕾、雙居合膽! 我破! 我原本以為爆爆比較容易被他搞 結果他不是欸 他擺兩張 因為我的組合其實 一個爆爆就破了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爆爆 因為這三個東西都會被爆爆 一次一口氣 呃…全部炸掉 但是沒有 他最後居然出乎意料 他是…兩個星多蕾 直接來個…二連斬 08到吃雞! 好誇張喔 那個…又是一個新的境界欸 因為我們上次用教授的話是… 我們用他去縫六星卡嘛 然後縫了兩個… 兩個可以互相copy死身的東西 那張牌叫啥我忘記了 反正就有一個六星 那一張很厲害 然後…今天的話 我們又換了一個玩法 一樣是教授 但是是另一個境界 就是利用…三個 三個這個…勇媽 這相當於是三個勇媽 然後再重生 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為什麼擺東煮呢? 就是防他的Sindore啊 他的Sindore如果一直放在1號的話 我就可以卡他 那最後沒有 最後他是… 星多蕾放在後面 3、4號嗎? 反正他很聰明啊 他的那個站位100分